遊戲搖桿有幾種連接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走無線藍牙 但是缺點就是延遲比較高 第二種就是無線的2.4G 像是Xbox或是PlayStation搖桿 就是內建發射器在裡面 那要嘛就是有那種USB Dongle 像無線滑鼠 要插一個USB到你的USB孔裡面 才可以用無線方式連接 那要嘛像這款 直接連接你的USB線 直接用有線的方式連接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款超級特別 就是三種連接方式都有 又有藍牙 又有2.4G Dongle 又有有線的連接方式 好盒子裡面有一條Type-A到Type-C的傳輸線 有一個USB Dongle 就是無線傳輸的USB Dongle 還有一組的蘑菇頭配件 盒子裡面還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我們兩年的產品保固 OK 這就是我們的超級酷炫的 Battle Dragon的遊戲搖桿啦 它真的還蠻特別的 因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自訂按鍵 還有很多很多的特殊功能 好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啦 那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我們桌面上三款的遊戲搖桿 一款是原廠的XBOX搖桿 一款是Power 8 Fusion Pro 3的 算是旗艦款搖桿 就是功能特別多的一款 但是它是有線的搖桿 它接著就是我們的Battle Dragon 這款又是有線又是無線的搖桿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外觀的部分 這XBOX原廠搖桿其實就是非常簡單的 最基本的搖桿 它沒有任何的什麼自訂按鍵 或是擴充的按鍵 任何的組合按鍵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最基本陽春的搖桿 然後有音源孔 還有更換的AA電池 那下一款這個是我們的 Power 8 Fusion Pro 3 這我們之前有做過開箱 有興趣你可以自己去參觀一下 那這一款的搖桿呢 它就多了比較多功能 像是有音量 耳機孔的音量調整鍵 快速的靜音跟解除靜音 我們的震動更強勁 然後我們的後面有搖桿的觸發深度 可以來做調整 還有我們的組合按鍵 可以來自定義我們的組合按鍵 前面這個蓋子也可以做拆卸 然後可以做清潔 跟替換我們的以蘑菇頭的部分 今天要分享這個Battle Dragon 其實它功能也非常非常齊全 它其實跟我們的旗艦款的 Fusion Pro 3幾乎一模一樣 就是後面的自訂按鍵 我們也可以自訂我們的組合按鍵到後面來 然後我們的按鍵的觸發深度 也可以來做調整 這款Battle Dragon 它有一個特殊 有點像開外掛的功能 就是還有一個暴擊模式 假設你有一個遊戲 你要一直狂按A 一直狂按A 那你可能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暴擊模式 你就可以按著A 然後它就會一個硬體 幫你一直狂按A的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輕鬆的按A 但是你連接你的遊戲的時候 它是一直狂按A的概念 就是一個硬體的開外掛 這一個很神奇的功能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這一款搖桿的延遲 一定會比原廠還要低 那比有限的 其他有限的也還要低 因為我們的無限 如果用USB Dongle的話 它是每秒傳輸500次的訊號 所以你幾乎是沒有延遲 但是你如果要延遲更低的話 我們可以用接線的方式 它可以每秒傳輸1000次的訊號 所以讓整個遊戲的延遲 然後你操作趕快觸發之類的 高速的傳到你的裝置上面 哇塞真的差很多 原廠的XBOX搖桿 無限的方式 只有每秒傳輸150次的訊號 所以150次跟我們今天的BATTLE DRAGON 500次真的是差還蠻多 我們的延遲真的是會大幅降低 好啦我們就非話不多說 直接來實測看看囉 第一個我們玩的賽車遊戲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把我們的換檔 直接自訂到我們的自訂按鍵上面 那它雖然有四個 但我只用了兩個而已 所以你如果有其他的遊戲 需要更多的自訂按鍵組合 或是怎麼樣的 你就可以把它配到後面來 像這種遊戲 你需要很細微調整方向鍵的 我覺得加這個增高蘑菇頭 真的很有幫助 就真的是輕輕碰 我們就可以細微調整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蘑菇頭 這個增高配件的話 你需要花比較大的力氣 那你可能一般就是比較大的 一個幅度在移動 所以你加了這個增高點真的會好很多很多 那我還發現這個RT跟LT 就是油門跟煞車的部分 你需要花比較大的力氣才可以把它壓到底 那這就是看個人喜好 還有你玩的遊戲啦 像這個賽車遊戲 你如果需要細微調整的話 那這個觸發壓力 就是你需要用比較大的力氣 這樣會可以有更細微的調整 你可以輕輕按 然後跟很用力按 那你如果其他的可能比較淺的 或者是比較 觸發壓力比較輕的 那你可能一按你就見底了 那你就沒有那個細微 從低到高的變化 那我剛剛也試了一下 我們2.4G的無線連接方式 跟我們有線的USB Type-C的連接方式 那我想說 可能會有什麼接線啊 可能電量比較多 然後振動馬達回饋比較強 但是沒有 那其實兩種都是一樣的回饋 所以你整個使用起來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的 無線的方式真的是方便很多 你可以這樣子隨時就把腰桿拉起來 或者是你要躺著玩 放在腳上玩 放在桌上玩 站起來玩都可以 那你如果有線的方式 雖然延遲比較低 但是你永遠都會有一個線的重量在前面 那是使用久 你就會很明顯的感覺 前面就有一條線 不管你的線多長多短 都會有那個感覺 實話說 我們2.4G的無線跟有線的連接方式 我自己是感覺不太出來 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啦 以這個遊戲而言就是 我們整體我覺得95%的時間 我們都會使用2.4G的無線來使用這個搖桿 因為真的是太方便了 你可以隨時隨地拿起來 所以前面這個USB孔同時也是充電孔 所以你可以玩一玩沒電了 你可以邊充 然後邊有線的方式繼續玩 就是多了更多的連接選項 就是讓你自由搭配 來到我們的射擊遊戲啦 那我們就快速把我們的板機這裡 調成最短觸發的T1 那這樣子只要輕輕按一下 我們就可以觸發我們的槍枝的板機啦 這樣比較輕鬆 而不用像是剛剛像賽車遊戲一樣 整個按到底才觸發 我們可以直接調到最淺的 就叮 就可以觸發 那我剛剛也有下載一下這個POWER8的PC HQ 它就是一個整套的 非常豐富功能的軟體 那可以客製化這整隻搖桿 那最基本的像是校準的蘑菇頭啊 還有我們的這個觸發的深度的這邊 校準都輕輕鬆鬆 然後自訂鍵來設置 也可以在這個軟體裡面進行 還有TURBO鍵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連擊模式 雖然我們這幾個遊戲都沒有用到這個 但是我們連擊模式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長按太麻煩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開啟 就是我們說 我想要A B S Y 全部都要連擊模式 也是可以的 這個軟體都可以輕鬆幫你辦到 搖桿蘑菇頭的死區啊 也可以做調整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剛剛我玩射擊遊戲有調整的 就是曲線的部分 那曲線我們可以調 S曲線啊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向的曲線 或是線線 那基本是線線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小範圍的移動的 更精準 然後如果移到旁邊 大範圍的移動 就是更精準的話 你這邊都可以做微調啦 後面RT跟LT的部分 也可以輕鬆的去做調整說 哪一段是觸發 哪一段是解除觸發 就跟那個鍵盤的Rapid Trigger 有點類似的概念啦 最後一個功能就是震動的強度 也可以調整 因為我們有雙馬達 但是這個是內建電池無限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玩更長時間 然後想要省電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這個馬達的強度降低 讓你保持電量 甚至把馬達關掉都可以 還有一些更多小小細節啊 像是我們這裡有一個龍的圖形 在這個搖桿上面 因為它是Battle Dragon 然後我們的指示燈 剛好就是龍的眼睛 所以其實看起來蠻酷炫的 龍眼在發光 盒子裡面還有附這兩個蘑菇頭的增高配件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把它套上去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更輕鬆的 去移動我們的搖桿的蘑菇頭啦 那我們整體的 可以更細微的去移動調整 這個Battle Dragon的LB跟RB 我不知道它的設計是發生什麼事 它的整個是比較有點模糊不清的按下去 就是沒有那咔嚓咔嚓的一個清脆的感覺 但是它是有一種像薄膜鍵盤 這樣子的感覺 比較沒有這種按下去 有那種階段的按下去的感覺 這個RT跟LT的觸發力道 也稍微強了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長時間 按著這個RT跟可能是開賽車 你這樣子一直按著 其實你的手指頭會稍微有點痠 這也是這個目前我手上是三款 稍微力道要花比較大的一個 除了這幾個小小細節以外 這整個搖桿真的是太優質了吧 你可以用無線的方式 然後你可以直接連接就是像平常的無線滑鼠一樣 連接到你的像是主機電腦上面 可能沒有藍牙的裝置 你就可以輕鬆的連接 而不用像是XBOX原廠搖桿 你還要買一個無線的USB 然後一個無線的Dongle 然後而且Polling Rate只有125 超低 那我們這個如果加上我們的USB Dongle的話 我們的Polling Rate可以到500 所以整個延遲降低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輕鬆的用無線的方式玩遊戲 或者是做你任何的事情都OK 那如果真的你需要超低延遲的話 你就直接接線 然後外出的時候 你就直接切換到藍牙模式 你就可以直接連接到你的手機 玩手機遊戲 這真的是 哇賽 一個搖桿可以萬用耶 你這樣子就不會有說 我手機遊戲玩藍牙的 但是我沒有一個有線的方式 可以降低延遲 這一款搖桿 全部都搬到了